桃园大溪木翼曾经顶上衣时 满街可见销售木家具神舟的店家 但受到低价家具进口的冲击 昔日荣景不再 当地有位匠师黄国豪 打破大溪神舟木翼传男不传女的传统 他告诉女儿只要晕学 未来肯定会有一番成绩 让大溪出了百年神舟木翼 唯一的女匠师黄玉皇 他年纪轻轻就跟着爸爸 在工厂忙进忙出 斑木材 玄木工 他证明了女匠师 一样能做出出色的作品 他更创作出许多可爱的文创小物 要让年轻人更认识 百年历史的大喜母艺 我跟你讲一次你就要会 对啊 然后他如果讲不会 他就可能五斤给 就直接从你头上敲下去 然后你敲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就是马金转金钓 你知道吗 然后每天就回去说 跟我妈讲说 那爸今天有打我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觉得说 我一定不是亲生的 对啊 哪有人对女儿会这样 如果没有经过这样子的磨练 其实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子 在神桌脚上钻孔开损 操作机械手脚利落 虽然体型娇小 搬木材 重物却也难不倒他 打破木匠多为男性的刻板印象 黄玉皇是业界难得一见的神桌女将师 因为国庄比较就是 他没有那么多 他想说要打夜校 读夜校的时候 那你白天要去工作 就是未满16岁 你不能工厂没有人敢收 抓到会划得很重 那就留着自己用 我说我教你 我教他的时候 他也会白斥 哪有女生做这种男生的工作 我就跟他讲 女生不是弱者 你这台这里还有一样 这台都可以了 这都会去顿土地 钻孔丸的神桌脚 还要经过沙摩西 把美的粗草面磨得光滑些 当年正值花样年华的黄玉皇 就是这样跟着爸爸 在工厂内忙进忙出 颠覆木医产业 一向父传子的传统 黄国豪却把医生手艺 传给自己的女儿 刚开始惹来不少街坊邻居的 异阳眼光 可是一坐下去的时候 这个脚那么重的时候 很麻烦就是心里会很挣扎 挣扎的时候 你那个邻居还是朋友说 哪有女生做这种的工作 哪有那么腰瘦的腰虚 上进天涼 叫女儿做这种工作 像刚才在搬家的时候 就是你要抬着动它 早期在学徒的时候 就叔叔都觉得说 你磨磨磨磨 扛不起来你就不要做 但是我觉得我一定可以 然后就试着把它扛起来 但是在沙磨的过程当中 像有时候会溜手 溜手的时候像这边 其实就是整个就是 沙子就会全部下去 就四肢都见直 就很像古代时候 那个酷刑 有没有 看着女儿常常是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那边流血 这边受伤 做父亲的内心也相当挣扎 但他坚信学会一技之长 以后就不用看人脸色去办 有一次他也不想做 我说你学 学不一定要做喔 你如果以后结婚了 你老公很棒的话 你可以不做啊 最起码你家里东西坏掉 木头坏掉 你自己会修理啊 你不用去求人啊 他就说 好吧 就做看看 我最后跟他讲一句 我说 大了几十年后 我跟你讲你会很粗迷 因为这种工作都是男生做 没有女生做 这就是我们的版的模型 因为每一家要每一家的形状 对啊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形状这样子 然后刷好之后 这下去上锯台 然后上锯弯 它行就走出来 因为不想认输 黄玉皇花了两年跟在爸爸身边学习 从神桌角的打磨 切割到木翼的灵魂 也就是最重要的笋接眉角 分毫不差的要通通学会 记得笋接不能丢 因为笋接丢了之后 就没人可以教你 因为大家都会看薄 对 就常识这样子 因为最早期的时候 譬如说 傻夫如果在做顺的时候 他都会支开你 他可能去叫你 叫你去买一碗蜗米酸 等你买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 然后你再去问他说 傻夫这个怎么做 他就会跟你说 就这样做 他不会告诉你 就不会跟我讲 对 但爸爸他会很无事的 就一直跟你讲说 这个梅干在哪里 制作神桌与家居不同 不使用任何金属配件及滑轨 黄玉黄用传承自爸爸的损结功夫 把每个木头配件组装起来 但在这之前还得经过一道 杀纸打磨的程序 我们在接缝处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就是合到就是刚刚好 然后摸起来就是顺的 然后我们在 譬如说合抽屉的时候 我们要就是一些 眉眉咖咖咖 就是要 很多的细节都要注意到 那通常这样做一堵消花 做什么需要 其实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到十天 七到十天的时间 拿着锤子敲打结合 修整过后还可以依照客人喜好 克制滑雕刻再上漆 有别于传统雕楼雕缝 现在都以较为简单的雕滑呈现 风格也比较细致典雅 像我们的神桌也慢慢的 有开始一些突破 然后我们就会做比较日式的 然后类似小神龛 或者是把神桌再缩小一点这样 新式神桌会比较符合年轻人 他喜爱的款式 然后但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一些 帮忙妈妈 他可能还是比较喜欢仇用 在传统中创新 黄玉黄制作神桌 除了更能融入现代化居家风格之外 剩下的鱼料 他也不浪费 发挥巧思 开发别初心才的文创小物 因为我们做神桌的会很多的下脚料 然后很多鱼料 然后其实他基本上都拿去烧彩 烧水用的 但我就觉得很可惜啊 然后我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把它再利用 或许就可以赋予它更多的生命这样子 然后做点小东西 然后比如说小孩需要的一些文具啊 然后或者是在家里面可以装饰的 摆设好看的这样子 的玫瑰花那些 画好模型 黄玉黄专注紧钉线聚机 慢慢切割出河马的形状 尽管每天与机械木材为伍 已经熟能生巧 但还是难免一个不小心 在手上留下大大小小的疤痕 做木工人其实很少十字手指头是完整的啊 就像我的部分就像我这个就是 在我怀我女儿40天的时候 就是被抱台压爆的时候 就是压就是爆掉一块肉 然后还有像这个就是线聚机 那就是在早上在弯脚的时候 然后线聚机它直接拖下去 这就手指头都不一样 对啊像模子也一样啊 像这个也都被压 这个都有伤痕 突然降临的意外发生在黄玉黄怀孕期间 当时医生建议要全身麻醉并且迎铲 但为了保住腹中小生命 他忍痛选择半身局部麻醉 尽管伤痛挫折不断 也曾有放弃的念头闪过 但他最终仍是选择乐观面对 应该是说挫折是难免一定会有的 因为觉得像我现在的部分 就是可能一些比如说要创建的部分 我可能还要需要再练习 然后我就会更需要说 那我如何去突破这个瓶颈这样子 在河马的头部切割出嘴巴 背部再画出一道一道的凹槽 就是一个卡哇伊的河马名片夹 包括儿童茶具文具和餐具 都是黄玉黄唯人母后的新点字 现在更开设课程做起亲子教学 我们在抱的时候我们就要边抱的时候我要边看 不要差不多这样子的几度 然后我们就敲下去 就大力敲下去的时候 它就是密合的 一堂简单的木椅DIY课程 黄黄传授基本水击以及木工工具的使用知识 透过动手时做认识木翼 让大小朋友也悄悄打打的乐趣 它是唯一就是女生的木翼机器对 所以算是蛮有名的 蛮辛苦的 因为不是想象中好像一两分钟就可以做好 其实要花费蛮多的时间 像她有这种混接的记忆 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就是想做就可以做的 因为她还要测量啊 然后考她的那个位置大小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不容易的 学员们的笑容是让黄玉黄坚持下去的动力 从16岁误打误撞帮忙加业 到现在已经超过25个年头 初衷是想传成爸爸的手艺 意外亲出于蓝 更胜于蓝 不错啦 我是这样讲的 因为我有时候是来一下我就走了 因为我没有在工厂 都是她自己在做 我就反正订单就拿给她 她就自己去备料啦 要什么东西要怎样 她都她自己 其实我不用来 其实她已经做二十几年了 这样讲啦 她比我更厉害 就是想传承爸爸的手艺 然后不要让这项手艺而消失 然后比如说不见 或者是没有人可以传承 因为其实很多大西的 一些匠师 她就是因为没有人传承而不见了 百年难得一见的女匠师 习自爸爸的精湛木翼 黄玉黄金活不让须眉 不只在传统中创新 更让大西百年木翼 多了一丝女性的心意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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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